那这是咱们之前做开箱的一个铁线连 这个是我们同行家里的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翻翻之前 然后呢当那一天的时候呢 我是做着什么呢 我把所有的表土去出来了 很多的花儿说哎哟这个老花姨不懂 人家那个埋寒土以后呢是为了发芽子的 在那那那那蒙芽的 我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你看把旁边的剪掉之后呢 它之前出现过一次伤流 我放了一点多菊林 现在伤流也止住了 我剪掉之后您能看到现在吗 这才几天宝贝 我剪是有我的一个目的 你不剪 这个旧的不去的新的不来 老的总是占地方 我之所以扒开 是因为现在已经唤醒了 它要开始生长了宝贝 所以说每个人做什么事他都有目的 突然之间想起来就是老两口卖驴 一开始老两口都骑着驴 人家说的哎 你看你看看 这两口子真是 真是两个人都骑驴怎么行啊 然后两个人下来了 你又走了一段又笑不了哎 两个人有驴不骑 然后老头 老头骑着让老太太拎着 哎 你说这老头不行 然后让老头 老头拎着老太骑着 又说老头老太幼 后来骑着两口子背着驴卖驴去了 所以说你这做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边有点瘦 好吧 好 接下来咱们就给它搭一个架子起来 这种东西它是一个 疼着 会长得更壮 你看 现在这个长得多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搭架子 但是呢好搭啊 这个时候呢我就 哎 选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花盆啊 这个是来自于天津的一个厂家 叫花博士素颜盆 非常的不错 我拿到的是一个八号盆 就类似于二家轮大小 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我接下来就是 先给它绑一个这种爬腾架起来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夹直进去 夹直进去 然后过点时间感觉可以了的话 我就 就直接给它种进去了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厂家的这个花盆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下面有个凹槽 你看到没 我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以后呢 它不会来回倒 再有一个呢 上面有这个孔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进来的时候呢 它可以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用于穿一些个铁丝 这个孔设计的也很银性啊 还是比较属于那种比较宽敞的 大家就可以剪一小段的铁丝 像这样穿过来 很多的花盆不理解 你为什么老是推荐这个厂家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国货之光啊 它这个比日本式的质量要好一些感觉 然后价格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妈妈伯伯 这说花盆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简单的 咱们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 它没给我任何广告费啊 有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叫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事啊 你就只管做就完了 你看 你看这个固定器就很棒是吧 就不需要人为的再去上面在固定什么 它这样就固定的很棒 对吧 好了 接下来咱们把另外两根也是这么棒 你看多结实 它太稳当 这个花盆我们家也有卖啊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剪掉之后砸进去 这样就行了 其实咱们现在就把这个花盆放进去了 刚好放进来也不用夹直了哈 就这样吧 对吧 稍微稍微的给它固定一下一下 不要用力就稍微固定住就行了 稍微用个什么东西给它牵一下 牵一下 这个让它这样往上爬就行了 就这样盘着盘着往上去 你看 好了 这个呢 哎 铁线连的一个爬藤就到这了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之前从开箱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养护 不知道您那边的铁线连染的怎么样了 我们这两天呢也马上我们店里面也会上市了 然后呢这个就不在我这里再呆着了哈 就是直接给花友们寄过去了 就是直接就是送给花友了 然后呢这个是您要翻到我之前那个铁线连开箱的那个视频 从那个里边点赞评论分享转发的那个是抽的哈 不是从这好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端一 这不错 就点个赞 白了 好 好吧 好